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顶在炼银的时候 银子的渣宰会浮出来 炉在炼金的时候 金子的渣宰也会浮出来 同样 当一个人受称赞的时候 里面的东西也会浮出来 如果我们不立刻归荣耀给神 就会积存 骄傲 自满的渣宰 如果我们喜欢 也追求人的称赞 浮出来的渣宰就是爱人的荣耀 过于爱神的荣耀 内心就会不纯净 这节经文 点出人 怎样接受别人的称赞 可以测出内心真实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